大家好 我是老船长 他是被嘎到爆的猪脑袋 怎么样啊 猪脑袋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什么 要去找老师算账 你不必了啦 坐好 找他们算账没有用的 对不对 你要怎么讲 是不是人家是投资顾问公司啊 他只是建议你而已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的 哇 很大的官哦 部长哦 对不对 再上去就是怎么样 国务卿 国务卿再上去就是总统 我们负的不要算的话 对吧 那你美国卫生部长要来台湾 对不对 我在这边呢 斗胆建议小英总统 进来先隔离14天再说啦 干什么 对不对 美国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凭什么 他们的卫生部长进来一定是一票人 还有保镖什么 不用隔离14天啊 哎呀 他们在国内都先做过对不对 这个筛检一定是呈现阴性 才可以来台湾不用隔离 那这样好办啊 只要在国外对不对 有筛检呈阴性的话 进来台湾都不用隔离14天啊 是不是 没有啦 因为美国嘛 对不对 美国的怎么样 月亮比较远 其实不是 是他的拳头比较大 对不对 好啦 没关系啦 也不计较啦 人家卫生部长 愿意来台湾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以现任的这个 官阶来讲的话 算是最高的 对吧 台湾这几十年来 你说是不是 那卫生部长来台湾有没有好事 绝对没好事 一定是来占我们的便宜 比如说 可能要跟我们讨论 我猜想的 可能讨论说 要跟我们疫苗合作 来制造 生产 或者是怎么样 口罩这一部分 或是我们怎么样防疫 大概是诸如此类 川普叫他来演演戏嘛 刚好对不对 看看能不能又让两岸对立 是不是 表示他是反中的 好了这些我们不去管他 我说过川普就是个大炮 对不对 现在观众都认同我啦 好比说我们看到这个黎巴嫩 那真的很可怜 看得很难过 因为国家本身就没钱 他们国家的币值 贬了百分之八十几 你想想看 对不对你身上一百万 现在只价值十五万 车门 不是有钱 但一切都被租赫 看得消失但 八十几何百万 這是一百万 而且他們疫情也蠻嚴重的 第一時間川普 大炮川普說 他得到的資訊好像人家跟他講 說是恐怖攻擊 各位觀眾你們看 一個總統可以糊裡糊塗 到這種程度還胡說八道 人家明明是 對不對化學藥品放在那邊 擺了很多年 是不是 怎麼樣爆的不知道 根本不是恐怖攻擊 對不對 人家會覺得你美國 世界最大國的領導人 你的資訊 你的消息來源是這樣亂七八糟 所以我跟你講 實在是 沒關係 就由他去吧 我們要講的就是 台北股市在美國股市昨天又怎麼樣 又大漲了 你們腦海中第一個想到是什麼 古海老船長省準到 不要不要的 對不對 太神準了 你簡直把那個大炮川普的心捏住了 你知道嗎 老船長 你就吃定他了 一定要把美國股市往上拉 因為完全沒有政績 給你 一定會在那裡 這樣的大國股市民 你不股市民 這一點 你應該要大 你不股市民 你做蠻多 wants 他的 你不股市啊 那些中國人 你不股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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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盤我認為 我每次聽到那個 上財經台講說這個盤他認為 我就想問他你是誰啊 你認為 原因跟理由呢 沒有 看圖說故事 你們如果長期看老船長的節目你就知道 我完全都是講在前面的 只是說 我在講的時候大部分人不相信嘛 對不對 但是我常講 Time will tell 什麼意思 時間會證明一切 我今天我坐在這邊我做節目 對不對 我常常告訴我自己 譬如說父親節快要到了 我老爸在天堂 對不對 他在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孝順他嘛 對不對 那他不在了 我們就不用孝順了嗎 老船長你腦子有動啊 父親不在要怎麼孝順 我昨天就在節目中 因為昨天節目時間比較匆忙 我今天再講一次 不要講說是父親 因為八八節快到 當父母親在的時候 我們為人子女要孝順 這是應該的 對不對 無庸置疑 那當父母親不在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孝順父母親呢 請大家聽好 就是你要做一個怎麼樣 堂堂正正的人 你不一定要在社會上混得很有錢 很有地位 你不偷不搶 你哪怕你是做一個清潔人員 你做大樓管理員 我覺得都對得起你的父母親 那這就代表怎麼樣 你是孝順你的父母 不要讓他們在天上怎麼樣 蒙羞 我講的對不對 老船長原來父母親不在的時候也可以孝順 那當然 你看最近社會上很多人做出一些怎麼樣 讓大家不能夠認同非法的事情 我們不要點名嘛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那請問他們的父母是不是蒙羞 是不是 那一樣道理 我今天我坐在這邊 我做一個分析師啊 大家常說 老船長你的節目很好笑 其實不是 我的節目很真 我的節目很輕鬆 因為當你不用坐在這邊一直說謊的時候 你自然就很輕鬆嘛 很多人上節目 準備了一疊的圖卡有沒有 字卡 都是他的助理幫他準備好 哇 上面還電腦畫得很漂亮 有的 還有沒有 都編排好的 幹什麼 準備上來用這一套劇本來招收會員來騙人嘛 是不是 什麼我有沒有跟你講過 我有沒有跟你建議過 我有沒有跟你提過 談過 這都鬼扯淡了 對不對 好比說這一支股票叫TPK 最近漲上來 頭顧老師都拿他來表演招收會員嘛 我有沒有跟你講過 提過 談過 請問你啊 你是他的會員 你有買在這裡嗎 你有嗎 沒有你的老師就是金光檔詐騙集團嘛 就講完了嘛 對不對 我相信絕大多數都不可能 你怎麼會帶會員買在這裡 你講個道理給我聽啦 你不要騙鬼了 頂多跳上來在這邊追啦 追著成繼續騙 追不成就當作沒有這回事嘛 那這家公司大家看一下怎麼樣 我告訴你不怎麼樣 第一季賺一毛等於沒賺 股價多少 五十幾塊 快六十啊 你不要跟我講說什麼 這個有什麼題材一大堆啦 聽膩的 陳宏的題材我聽到耳朵掌檢 這家公司我向來從來不列入我帶會員買的範圍裡面 因為你們要知道有些股票你一旦套牢之後 那叫做怎麼樣 很慘 我舉例 浩鼎 浩鼎 浩鼎今天剩下一百一十七塊 只剩下三百張的成交量 這種公司啊 很多人套在六七百塊 請問已經隔了多少年 解套了沒 沒辦法解套 基亞 剩下七十八塊 很多人套在四百多塊 多少年了 請問解套了沒 沒有 你們在買股票的時候要非常小心 有些股票一套就是十年二十年 甚至下市 但這些都不關投顧老師的事喔 你看股票下市也好 跌死 你看基亞跟浩鼎 根本都完全沒有解套的跡象 對不對 但是呢 帶人家買的 在電視上吹噓的 拿來招收會員騙的 現在都還在啊 不要點名嘛 當年的對不對 你們都記得是哪些老師嗎 在喊生技股的 對不對 今天也是同一批在喊 對不對 以後萬一出事呢 跟他們有關係啊 對不對 死死死你們這些豬腦袋的觀眾啊 是不是 怎麼沒有題材 有題材啊 對不對 那請問浩鼎有沒有題材 題材可大了 報紙都頭版頭在登啊 基亞有沒有題材 也題材大啦 對不對 所以我說 你們做觀眾 你們自己要有一定的智商 像看老船長節目的觀眾 我講真的 智商會比一般的投資人要高很多 因為我的節目沒有那種怎麼天天漲停板 那種假的東西不會存在我的節目嘛 看起來當然就沒有那麼嗨嘛 哇 別台多會賺啊 一隻接一隻賺啊 對啊 趕快去看嘛 那是做給豬腦袋看的節目嘛 對不對 賺不到錢了 你參加就知道 哪有天天漲停板的 參加都是怎麼樣 套了一缸子股票 180檔 哎呀 我當初為什麼不聽老船長的 去外面講給人家聽 丟人現眼 人家說你個白癡 對不對 有可能天天漲停嗎 想也知道只有豬腦袋會參加 那講給別人聽 別人一定是在心裡面笑你 嘴巴不講 心裡面一定覺得 你這種人就是貪嗔痴嘛 老船長講的 對不對 忠言膩 不聽不聽不聽嘛 是不是 所以這個行情 下半段節目回來 我講 你就比較願意聽了 因為我上半段節目已經告訴你 你不要再怎麼樣 成為大魔頭手裡面的豬腦袋 那下半段節目 你願意看完 我跟你講 你絕對有機會賺大錢 導播 鼓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咨詢電話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詭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但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大家看我測標 8月19號台紫期結算 我說什麼 一定是收高的 完勝空投啊 我是什麼時候講 我7月底講 7月底台北股市在哪 在這裡 在最低這邊 也就是這個大跌下來 我在這邊跟大家預告 我說8月19號的時候 你等著看 台紫期會收高 那麼這個會過 在這邊敢這樣講的有誰 我講完大家不認同 對不對 然後呢 今天再漲111點 現在大財經台大老師 通通都講 他們覺得13031點 應該會越過 可是你去看 在這個時候 網路都有證據嘛 全國只有骨海老船長 一個人敢講 而且我有沒有講 原因跟理由 我說我把川普啊 大炮川普的心捏死 我認為他一定會 把美國股市搞上去的 昨天又搞了300多點 準不準 看我節目的做台紫期的 給我做空的啦 選擇權去買put的 通通都要付出代價 我雖然沒有在招收這方面的會員 但是不代表我不省準 我為什麼沒有招收這方面的會員 那我以前有講過 我不願意再講 那重點來了 這個盤既然會繼續往上走 那你要注意喔 明天是星期五 注意喔 今天晚上如果美國股市表現得不好 那明天禮拜五又要押回 因為禮拜五本來就比較容易跌 所以說這個沒有辦法一次過的話 就算禮拜五押回 下個禮拜繼續混一混 總之8月19號還早 那你說老成長今天晚上美國股市又繼續大漲 台股明天直接來挑戰一萬三千點好不好 很好啊 掌聲鼓勵鼓勵啊 我也沒講錯嘛 8月19號以前嘛 對不對 明天8月7號也是8月19號之前嘛 對不對 我說這一段時間就是怎麼樣 看這裡 震盪整理盤嘛 沒有錯嘛 壓下來又上去 他可能再壓嘛 但是壓的幅度會不會很大 不會嘛 不會你聽得懂吧 因為有時間上的壓力 川普11月3號要投票啊 美國股市如果再一個大回檔的話 你要花多少時間再往上拉啊 對不對 現在已經是8月了 9月10月拉一拉 要拉過3萬點的話 要拉到3萬點 那也要時間拉吧 對耶老船長 所以川普他有很大的時間壓力啊 我們就吃定他了 你知道嗎 那現在呢台灣防疫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 所以這當然是我們的一個驕傲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他不知道誰教他的 他就派衛生部長怎麼樣 來台灣取金嘛 做給老美看嘛 美國民眾看 川普有在做事喔 他好來台灣喔對不對 台灣是全世界防疫做得最好 來這邊取金 順便怎麼樣 要打壓對岸 這樣各位懂嗎 這裡面還有政治意涵的 那不管怎麼樣 他一切都是為了要選舉 要慎選 大家要了解 那重點不在這 重點在股市 那你美國股市往上拉 台北股市往上漲 這很正常的 對不對 那個股的話 他還是要輪動嘛 你不要看什麼漲 你就去追 頭顧老師講好 大財經台講好 那你就小心一點 昨天喔 昨天中天在漲喔 哪些頭顧老師在表演中天的 你有沒有把名字都記下來 這些人就是我剛剛講的 當年也可能是害死投資人的 筷子手 我昨天還跟你們講 生技股你還是不要去碰 老船長一路就告訴你們 就做電子股就好 我今天跟一個準客戶聊天 這準客戶就是 他要入會啦 但是他還沒有入會 他跟我說他合一 在這裡賣掉的 第一根跌停 因為他說他看我的節目 我在這一天跟大家說 有合一的趕快跑 明年開始可能會完蛋 就他真的在這一天賣掉 然後呢 掃跌十根了 我常講喔 我走過必留下痕跡 我也不知道誰在看我的節目 但是我總是抱著一顆心就是 我希望大家怎麼樣 對有看有保備啊 我在股市是過來人 論學經歷我一定是前面的 對不對 我跟你們講就是過去股票市場 發生過同樣的事情 你們一定要學會教訓 當然我知道 散戶是學不到教訓的 同樣一個坑 他到那邊一定會摔下去 就算不是同一個人 新的一批人也會掉到那個坑 老的一批人到了同樣的坑 還是會掉進去 這就沒辦法 天性啊 人的貪啊 我買別的股票那麼慢 對不對 你這個喔 天天漲停多爽啊 是不是 跌停的時候爽不爽 老船長爽死了 對啊 我是不是一直給你們警告 我說這種股票它反彈完以後 你要小心了 今天又爆量看到沒有 反彈完了 你要小心 他如果要往回走 你怎麼辦 這些投顧老師是不會管你的 還有更好笑的是 有人罵生技 罵罵罵罵罵罵罵 罵看到人家在講生技的 會員收的不錯 他找個地方他來做生技做多啊 我實在會覺得精神會錯亂 你知道嗎 生技股就是我們以前看太多了 你賺錢我就恭喜你 但是你一旦叼住了 就像浩鼎跟基亞 這麼多年不可能解套 當初題材講的都跟真的一樣 你放心如出一策 因為生技這樣的產業 基本上很多都是不賺錢 都是虧損公司 有賺都賺一咪咪的 佔大多數 所以你不要玩嘛 你有電子股可以玩嘛 對不對 老船長不是跟你講嗎 PCB的霸主是星星嘛 我國語講的不夠清楚嗎 你不要去玩什麼 金像電 2313 滑通 我跟你講 你就玩一隻這個 星星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是不是霸主 是不是 是嘛 我今天講他是霸主嗎 那我下十九成地獄不得好死 請觀世音菩薩作證 我是全國第一個講的 說PCB這個族群會衝出去 對不對 但是呢 你要追高也有風險 接下來我認為會接手的 是這個族群 現在還沒有完全大漲 你們不相信我 也沒關係嘛 對不對 台積電的供應鏈嘛 製成材料的矽晶圓嘛 這裡面有一隻中美晶 跟什麼 對 跟PA 這一隻8086今天不開盤啦 看到沒有 洪捷科他們要合作 5483 中美晶這兩隻不開盤了 要合作 反正我跟你們說 TCB過後 電子股也會有一個族群來接棒 那我認為就是台積電要用到的 耗材 就製成材料嘛 這 國小二年級我教一次就會 哪有說 台積電外資看500多塊 對不對 連高通現在的 我說過三星只會吹牛嘛 5奈米又出包 高通的單有多大你知道嗎 它的單要釋放出來 只能給台積電 它不能給任何一家 只能給台積電 台積電一接到單 材料從天上掉下來 更多啦 那這個族群現在還沒有爆發嘛 各位看清楚還沒有爆發嘛 對不對 來 6488 環球金今天有開盤嘛 準備了嘛 壓不住了嘛 壓不住了嘛 它的位階在哪裡 在中嘛 在中階嘛 太誇張了 台積電已經在外太空了 它都沒有跟上來嘛 我先講的嘛 全國大財經大老師都沒有講 因為他們都要等到噴上去才會講嘛 他們現在就每天收會員 就靠漲停買來騙嘛 對不對 有些股票八個月才第一支漲停 就拿出來騙 奇怪怎麼那麼巧 一漲停它就有 原來就是每天在那邊等嘛 看什麼要漲停 就摳訊叫進去嘛 那你參加這種會員 你不輸死啊 對不對 還這一支啊 我今天我測標寫得很清楚嘛 洗到你受不了 我不是跟你講 這個是在低階的 對不對 環球金在中階嘛 環球金要往高階走的話 這個一定要往中階走嘛 合金我跟你講洗到你脫皮 今天有沒有 還有人賣平盤下 我快笑死了 對不對 就是要把你們這些人洗出來 看到沒有 這有量有沒有 洗啊 老船長亂騙人了 把你們這些都洗下去以後 尾盤小拉一下 這一旦動起來 注意看 注意看 橫向整理 已經壓縮到最後 一旦噴出去 大家都在講 細晶圓 好了 我講完了 台灣的頭顧生態就是這樣子 那我昨天有把這張給大家看 其實我 我跟你講 你們常常看我節目 你就知道 我根本不喜歡推什麼專案不專案 是我們公司有講說 父親節到了 大家配合一下老船長 對不對 那我把我自己想講的話 我講在這邊 我說天下的爸爸辛苦了 你們要養家很辛苦 還要做股票 還要被頭顧老師騙對不對 老船長線上發發專案 對不對 細晶圓的下一檔 我也幫你們都準備好了 有沒有 我昨天推這個專案 我輕描淡寫一下 哇電話報現 但是我也要講 這個是真的 我們公司 它一年一度 父親節的專案 是一定是真的 然後我平常也沒在打折的 我坦白跟你講 有來參加 我會員都知道 我沒有在打折的 那這個真的是有打折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那我就推嘛 反正明天8月7號 明天就結束了 你要的人趕快來 一旦細晶圓噴出去 下一檔 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希望你都能夠怎麼樣 如其的趕上 那平常參加覺得很貴 沒有關係 因為我平常從來不打折的 要你也只好利用88專案 電話昨天報現 今天一樣開始撥打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